YoYo 我是魯特 哇 五界 這裡對我來說其實有蠻多回憶的 大家對他的印象應該不外乎就是越聊K啦 距離我上一次來到五界 也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吧 那時候跟著豪豬兄 在部落附近野營 看見最美的晨光 還有騎著偉大的巴克來領到 去瀑布沖水 摔得亂七八糟的 然後我的空拍機 小灰 還永遠的留在這裡的樹上 現在應該也還在樹上啦 最近因為事情比較多 已經有一兩個禮拜的時間沒有去好好騎車了 這次找了個一天半的空檔 從台中騎到南投 打算在五界好好地度過兩天一夜 這趟我們的行程 打算從五界山附近開始 沿著界山巷 一路騎在五界山的山林上 下到五界部落之後 到部落裡新開的露營區扎營 接著度過一個愜意舒適的夜晚 隔天再拔營 因為時間有限 連出發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下午的三點多才出發的 所以這一趟對我而言 還是一個比較偏向放鬆愜意的行程啊 I want you to want me forever and always but you only want me when you're feeling lonely but that hardly happens cause you're very pretty and everyone wants you to want them forever ever 法治村 就是目前五界部落的新稱號 而關於五界這個地名的由來 一直是很好奇的一件事 到底 為什麼是五界 不是六界 七界 在我找了資料之後 發現大概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是 五界 是布農族分布最北的部落 在早期金長和隔壁的泰雅族族人 發生爭搶獵區的事件 在雙方達成停火協議之後 以五界山 還有甘酌萬山 作為獵區的界線 也就是五立的界線 這也是五界這個地名的由來 而第二種則是 因為五界的周圍群山環暴 最早期居民需要翻山越嶺 才可以與其他部落交易 而翻越這個詞的布農族語 就很像是現在 五界的發音 而最後一種則是因為 在每年的6到11月 這裡會有大量的山泉水 從地底下冒出來 當時日本人為了方便管理 也就直接把這裡 依照他們的發音命名為 五界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由來 每一種都說明了 五界這裡獨有的景觀 在這裡的地形 有五界山以及甘酌萬山 有濁水溪溪水 日夜不停的流淌 所以水氣每天幾乎都往上爬升 接著在地空匯聚 出現夢幻的雲海 雲鋪 進而讓五界也有了 雲的故鄉這個稱號 一邊龜的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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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龜的季 衝血 這裏是一邊龜的季 之前只有在入口處走一走逛一逛而已 這次我們即將走完一整條的產業道路 從一開始進入入口處的展望 他就會告訴你 這條產業道路應該是有著非凡的景觀的 這就是五階部落啊 然後那個就是五階罷啊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五階部落的上方 這個五階部落這邊呢 這個地方其實我們之前就有來過了 那時候我們是來騎越野車 我們上來了之後 我們就會接到這一條路 這一條路個人是覺得在起霧的時候非常的美 怎麼個美法呢 原因是因為上次我們來的時候 那是一個早上的五六點 然後那時候起來 整片的雲霧這邊 你現在看 我們現在 各位現在看到山啊 是全部被雲霧包圍 雲霧繞繞的 非常的美 那我們這次來 最近天氣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穩定 所以早上還下了一點雨 可是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的時候呢 老天爺呢 看我們上來了 所以就沒有下雨了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這邊大概的地理環境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藍色的有沒有 水庫 這個就是五階水庫 那在五階水庫的下方呢 就是我們的五階部落 五階部落在過去呢 好像就是一線天的吧 然後我們今天騎的這條 它叫 借山巷 借山巷這條路 路幅 蠻窄的 沒有很寬 整段路面呢 是有水泥鋪裝的路面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讓我有一點回到藍雨騎車的感覺 就是這種路面 它就是全部都是這種路面 那我們的路線呢 我們剛才從那邊過來 上來了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會往上走 然後應該 我覺得啦 應該是沿著這座山 因為這條路一直騎下去呢 會回到五階部落 所以應該是沿著這座山 然後一直往下走 對面呢 有一個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有一條路 應該就是往下 然後我們就回到五階部落 穿著我們的封衣 是非常舒服 非常溫暖的 這個季節來到這裡 剛剛好 可能再過個一兩個月 就會開始變得比較冷一點了 所以要來的趕快來 然後我們現在呢 休息完了 等一下準備要繼續出發了 好不好 GOGO 一開始的景色 就是有五階坝 佐水溪 遠方數不清的群山 以及最下方的五階部落組成 在這邊稍作停留了一下 我們繼續往下探索 其實期待這種小條到不行的產業道路 一瞬間 還是會差一點以為自己來到了阿里山 在一開始 我其實是蠻害怕對象會突然有車過來的 因為看似人機罕至的產業道路 在這裡面實際上還是有茶園 露營區 民園 陸服 真的蠻小條的 一路上也沒有單行到的標誌 不禁還是會怕怕的啦 而不得不說 在這裡的景色 真的非常讚 騎在茶園之上 目光所及之處都是綠色植物 海拔800多公尺 雖然陰天加上小飄雨 但還是讓人心曠神怡 在一開始 斗上法夾彎會出現的觸不及防 當你看到它的時候 我們已經身處在彎中了 那感覺真的很像在 迴轉 比較可惜的我想應該就是 如果不要鋪水泥的話 這條路應該是會更好玩的 期了大概5分鐘 我們會來到界三巷的最高點 在這裡有著整條 五界產業道路上最棒的視野 可以一眼從五界壩 看到銀水道的那一端 坐落在佐水溪河街地形上的五界部落 當然還有我們今晚即將紮營的營區 找一下我們營區在哪裡 在那邊 可以看到我們營區 真的假的 對 那邊 為什麼不讓我們營區 小木屋在左上角一點點 太好了 看到了 那就是我們的帳篷 拍照了 要拍哪 拍這盒 拍這盒 對啊 好 好 離開了界三巷的最高處 接下來迎接我們的 就是一連串的陡下 路上還可以看見公雞在亂晃 上坡有著大量的髮夾彎 到了下坡 同樣也是會經過好幾個髮夾彎 在每一個髮夾彎處 視野都很好 那天 我們也就一路這樣走走停停 一段不到7公里的路 我們騎了將近一個半小時才下山 在周圍美景的陪伴下 我們最後終於下山了 經過了五階吊橋 進入部落 到部落裡的雜貨店 稍微採買一下這兩天的食材 沒有去一千天喔 沒有沒有去一千天 我們來錄影的而已 哇錄影喔 對 錢包不能只能放到那個 停車場 喔用走的 對 喔 謝謝 這是什麼 肉感啊 不是 它是那個 橄欖啊 喔 那牛 還是牛嗎 你看這個還是什麼 喔這個啊 這個啊 對 這個啊 對 有到我滴滴 來 啊 對 稍微補給了一下 還跟雜貨店的老闆娘聊了一下天 接下來 我們也準備前往我們的營區了 從部落的主到路上往下切 又是一段水泥鋪裝的路面 陸服跟剛剛的界山巷差不多 汽車也可以通行 不起眼的入口 在進入了之後不到10秒 左手邊會瞬間出現遼闊的風景 從叢林到檳榔樹 最後一路抵達營區 這次我們選擇的營地 據說是新開的 迦南之地 其實第一眼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這裡的這個營區 都用了這種網美燈 在晚上的時候光源充足 同時又不會到真的太刺眼 周遭沒有什麼障礙物 在早上的時候 還可以直接看見大片大片的雲霧 在營區稍微耍廢了一下 我們也開始搭起了我們的帳篷 而這次的帳篷 我終於不再是用著萬年的平民哭了 這次我們搭了來自Mountain Hiker的巔峰三人帳 內帳使用黑黃配色 採用銀柱交叉搭撐 雙門設計搭起來簡單方便 以往在搭帳篷的時候 都需要珍珍在旁邊稍微幫我撐一下 不過這個Mountain Hiker的帳篷 只需要我一個人 就可以快速的搭起來了 而搭起來之後 裡面的空間 也算是我睡過的帳篷裡面最大的一個啦 我和珍珍終於可以雙腳伸直 雙手打開 不需要兩個人擠在帳篷裡面 同時這個內帳 還有超多的置物網 可以讓我們放很多雜物 外帳的部分 這大概是我們機車露營以來 看起來 最奢華的一次了吧 搭配上巔峰TOPPER 3.0外帳 結合內帳之後 可以把外帳的空間延伸1.5公尺 形成了一個潛艇 潛艇則是有兩個門可以出入 門上面也有設計雙層的拉鍊 可以防蚊蟲 同時又通風 除了更有家的感覺 這個空間也可以讓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把包包 器材 全部都收納進來 就不會發生那種以前器材放生在外面 就隔一天起來被野狗咬的亂七八糟的情況了 甚至 我們還把安全帽 直接掛了上去 看起來真的是很有FU啊 我覺得這銀帳篷很好用 原因除了內帳空間大 有前提很爽 最重要的原因則是 他在收納完的體積 長不到60公分 寬只有15公分 高也只有25公分 總重量也不到4公斤 兩個人使用下來 在各方面真的很棒 真的蠻適合機車露營的 而帶完帳篷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要來好好煮個晚餐了 我覺得這裡很棒耶 他有附這個洗碗巾 因為我們常常忘記帶 他這裡有送洗碗巾 然後還有送什麼 有沒有送是可以用的 喔可以用的 對可以用的 我要介紹這隻是什麼 皮卡 皮卡丘 開了之後 超亮皮卡丘 然後你說我們還有什麼 喵喵的菜瓜布 什麼的 我最得意的就是 喵喵喵的菜瓜布 不是啊這樣怎麼洗 他洗澡的時候就會炸起來 會變大隻是不是 對 你看他的臉 好煩喔 他好煩喔 我真的變大了 看他真的變大了 很可愛 按下去會長怎樣 按下去這樣啊 好可愛 那等一下先用他的臉來洗碗 我們搭完了帳篷之後 然後我們 準備要來煮我們的晚餐 時間已經來到了 七點半了 那這個營區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整體的環境算亮吧 算亮之外呢 我覺得他這邊有一個好處 就是雖然他上面有這些燈 可是你抬頭看星星啊 還是超多星星 這是他其中一個優點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他有飲水機 就是直接 方便 對裝起來是可以直接喝的水 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再用水龍頭的水 或者是 我們還要再從山下 再先去Seven 或者是全聯 買水上來煮 把它煮走 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今天呢我們的晚餐 我們準備煮 泡菜豆腐豬肉鍋 對 我們準備煮泡菜豆腐豬肉鍋 所以我們現在先去給他裝個水 Go 那這邊有一些什麼親子的玩具 溜滑梯 然後什麼 這個我也知道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 想說我們等一下來玩 然後就直接壞掉 我等一下不要來玩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記得這裡 我覺得這裡跟其他的山區比較大的不一樣 就是他們可能 電的這個問題呢 對他們來說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你看 這個陸落 燈火通明 那這裡呢 淫水機又是烤 你看看到這個 高功率 沒有這個 高功率 所以代表說呢 這晚上應該是不會像南山部落那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會斷電 應該是還好 欸這吹風機 好像很可以耶 等一下來試看看 這罐是上次在觀眾錄里 那個石頭給我的 給我們的 泡菜 然後因為我跟他說 我不敢吃辣 然後他就有推薦我 吃這個 上次的情況就是我們拿了一罐泡菜嘛 我們那時候有買一罐泡菜嘛 前面買的 然後他說 沒有 泡菜就是要吃這一罐 我就看這一罐好不好吃 哈哈哈哈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我們水已經滾了 那我們 那我 那我現在要加多少泡菜 怎麼感覺那個醬還可以再多一點 等一下都還可以再調 就是你可以先吃味道 這首歌叫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他唱得太難聽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這首歌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而且他根本就是在鬼喉鬼叫 對 哈哈哈哈 這裡有很多 小朋友可以玩的 欸我們來比賽 我們看誰拉最多下 欸你知道我小學都很在玩是不是 為什麼 你不要在那裡漏 到底在幹嘛 現在一圈就不行了 吊爐豬是什麼 吊爐豬就是這樣 你在幹嘛 還可以單手 啊可以雙手啊 不可以 跟同學打賭說 我可以雙手放 嗯 然後我就掉下來了 哈哈哈哈 頭著地嗎 頭先著地啊 哇靠 沒有 可是因為那個小學那個地板都是 它都是有像這種軟墊 哦 對 對還好 我只要三下 欸它還有那種耶 烏乳洗髮精 熱水 熱水我看一下有沒有一下就熱 洗完澡之後呢 再跟大家來稍微講解一下 我的 嘉南之地浴室使用心得 狗狗 小弟現在剛洗完澡 然後 我跟你講你等一下一定要去洗 五秒之內熱水就來了 然後以這個天氣來說 可以洗到非常舒服的熱水澡 你喜歡洗燙的 你看看你還可以調湯一點 啊我是沒有洗那麼燙的 然後接著重點是 因為很多營區呢 它都會忽冷忽熱的 一下冷一下熱 打開前五秒呢 讓你以為 哦好爽好熱哦 然後當你 哦褲子都已經脫了之後 看有夠冷的 可是這裡沒有 它就是熱的 就是我剛才從頭洗到尾 就是熱的 欸這廁所應該也是我們去過 算乾淨 算乾淨 第二名嗎 比蓋西好像還不錯 這個也算乾淨 我覺得這個比蓋西還要大 應該是贏比蓋西的 好現在我們洗完舒服的熱水澡了 等一下呢就準備要來睡個咪咪叫了 明天4點開始出 好安的各位 好安的各位 一早起來稍微吃了一點東西之後 一路耍飛到了接近中午 原本的計畫是想說下去聊個K 但是這次出門真的太趕了 什麼裝備都沒有帶到 所以就只好下次來的時候 再回憶了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 收完我們的 帳篷還有 椅子桌子 等一下就準備要離開 霧界 這一片天 這次收帳應該是我們收過的帳篷裡面 最舒服的一次了吧 沒有到太大的太陽 然後 整個就是非常的和許 非常的溫暖 然後等一下我們準備要下山 我們這次行程就是放鬆耍廢之旅 最後兩張椅子 給它收完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GOGO 這是我們剛才去干嘛點的時候買的 怎樣 它融化了 它真的變成可樂 那怎麼辦 拿去冰起來 拿去冰起來 兩天一夜的露營 很幸運的 在灰塵的時候才開始下起了雨 開心臟好像真的是有一點點詛咒的 每一次都逃不過淋雨的命運 不過幸好這次的體驗 還是好的啦 帶觀眾去露營的那部影片發布之後 其實有很多觀眾對我來詢問 就是露特風衣的問題啊 像是防水有沒有彈性 而露特也在這邊統一回復一下 這一趟從武界回到台中的路 下起了磅礡的大雨 剛好順便測試了一下風衣的防水能力 我們從台21附近 騎了台14 一路到136的國姓萊爾富 風衣的外部 整件全屍 內部的部分 袖口濕掉了 身體的部位還是乾的 材質是有些許的彈性的 但是如果在裡面穿比較多衣服的話呢 會變得比較緊繃 而目前下單的網址 則是使用全新的網頁囉 我會把網址貼在下方的資訊欄 還有置領留言 喜歡的朋友們 可以進去選購 I want you to want me forever and always but you only want me when you're feeling lonely but that hardly happens cause you're very pretty and everyone wants you to want them forever 好啊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